潺潺流水與自然造景將人行道點綴的美不生收 新生南路三段水鎮意向重現工程 由台北市政府及台灣大學共同合作 由台大提供校地 台北市政府打開校園圍牆 創造以水鎮為主軸的都會清水環境 我們透過這個做法 讓它成為一個人本友善的空間 讓台灣大學跟我們這個社區 就不會再有一個圍牆擋在那裡 就可以這樣簡寬通透 所以今天這個工程 它是花了很長的時間設計 很長的時間醞釀 那最後又有在結合的科技、歷史 還有一個價值理念在一起的工程 那今天能夠成功 其實本來一路要做到大安森林公園 不過這實在是 這一段就花很多錢了 所以有錢就慢慢蓋 所以城市的建設絕對不是一天完成 它是有一個價值有一個理念 那朝那個方向一直前進 我們有一個非常開放的 綠色景觀的區域 它提供了學校的師生 水鎮意象重現 即人行道景觀美化工程 範圍從台大校門口至辛亥路一段 拆除了沿線台大校園舊有圍牆 並採用綠色永續的方式 打造了一條具有製紅功能的景觀水道 感謝市政府這次的起心動念 我們沒辦法恢復整個絕川的這個大水 大水道 這是從日本人時代就開始規劃的 那至少我們可以有一部分 這部分工程完成在啟用典禮前 我們已經收到非常多的校友 他們都常常來校園裡逛 他們非常喜歡這一段 他們唯一就抱怨一點 說這段太短了 他說如果可以長一點就更好 我剛剛一聽市長講才知道 原來是錢的問題 但我想錢的問題在台北市政府 那就小事一樁了 市長柯文哲除了感謝台大無償提供校地 更歡迎台大師生與市民朋友 一同親身體驗風華在線的新生水鎮 記者林錫會 台北報導